众所周知 娱乐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的艺人就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完全不去理会圈内发生的事情 一心一意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就如同上下班一样 今天小编要讲一位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他就是贾玲 贾玲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 并且还曾多次登上春晚 给全国老百姓都带来过无数欢乐 也向观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因为诙谐幽默的风格 在如今的娱乐圈内混得是风生水起 而且贾玲还参加了许多热门综艺 比如王牌对王牌 青春环游记等等 堪称是最受欢迎的国民喜剧人物 不仅如此 在2020年由贾玲自导自演的你好 李幻音上映以后更是感动了无数人 完美地将树玉进而封布止 子余养而轻不带演绎的非常到位 引起了众多子女们的共鸣 而第一次做导演的贾玲 也因为这部电影收获了极高的票房 挤进中国影史 实至名贵地成为中国最高票房女导演 正是她不忘初心地努力 对表演欢乐的一片赤诚之心 贾玲才能有所成就 了解贾玲的粉丝们都知道 贾玲一路走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吃了很多苦 因为贾玲的父母都是些普通的工人 对于她在演艺道路上没有任何帮助 一切都是靠贾玲自己奋斗得来的 实属不容易 贾玲的颜值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贾玲笑起来的时候 嘴边两个小梨窝 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让人觉得十分甜美可爱 娱乐圈中有许多人评价过贾玲 却没有一个人认为她做作 贾玲本身情商就很高 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这样坦率真诚的性格从未得罪过别人 虽说如今贾玲的身材 也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不过她却毫不在意这些 依旧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给更多的人带来笑声 但在最近 一则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 那就是贾玲瘦了 据报道 贾玲成功减肥 减重超过了100斤 这一消息让很多人惊叹不已 因为贾玲之前的体重 一直是她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早前 在电影频道的报道中 曾提到贾玲再次跟张小斐 合作拍摄新电影 并且贾玲有一个减肥100斤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但对于贾玲来说 她用行动证明了她的决心和毅力 当看到贾玲最新的剧照 大家不禁感叹 她真的瘦了好多 瘦下来之后的贾玲不仅外表更加美丽 而且看上去也非常健康 在此之前 贾玲的体重一直是粉丝们关心的话题 很多人都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但现在看流 贾玲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也给那些曾经和她一样困扰的人 带来了希望和鼓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